8日東北列峰或暴風訊號,現證生效 在上午的1點,強烈熱帶風暴馬鞍集結在香港以南大約200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,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 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,馬鞍會在未來數小時最接近香港 在本港西南偏南大約200公里範圍內略過 8日列峰或暴風訊號,會最少維持到早上的6點 市民在早上出門前請留意最新的天氣報告 本港的風向會逐漸由東至東北風,轉出東南風 原本受遮蔽的地方會變得當風,市民應提高警覺 受到風暴潮及正直天文漲潮,則如沖的水位高度 會在上午5點至9點期間,比正常升高1米左右 海水上漲可能會引致低瓦地區出現水浸 市民應盡量避免進入可能受到影響的低瓦地區 以及遠離危險的地方 由於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湧浪,市民應該遠離岸邊 並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天氣預測方面會吹烈風程度東至東北風 高地間中吹暴風 漸轉吹東至東南風 稍後風勢減弱 多雲,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 星期五仍然有幾陣驟雨 週末至下午初,天氣會好轉